今年第九號颱風泥沙 氣象局28號下午2點30分 正式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下午5點半颱風中心位置 位在花蓮的東南方 約450公里的海面上 正以每小時16公里速度 向西北移動 氣象局預估 泥沙颱風強度未來有增強 且暴風圈有擴大的趨勢 其實它的暴風圈 已經進到巴士海峽 也預估在年輕盛 還暴風圈會進入我們中間的近海 那另外我們也發布陸上警報 花蓮地區 以及包括綠島藍雨的台東地區 是我們今天下午發布的 陸上警報的區域 氣象局提醒 花蓮 台東及藍雨綠島等地 因嚴加戒備 並防強風豪雨 另外氣象局也表示 從29號下午到30號下午 全台都會陸續有明顯的雨勢 而隨著颱風穿越中央山脈 泥沙颱風也會帶進 西南風或西南氣流 中南部將有好雨發生 提醒民眾一定要做好防臺準備 不可掉以輕心 記者摩拉斯比亞台北市參謀報道